等 等 回头 还没到呢 看 我就想看他俩这个 这段路得走多长时间 走走 他们怎么这么沉重走 好慢悠悠的 这一个直到 有一股忏悔的感觉 有点有点 马上又要拍了 是呢 是吗 他们俩真的还蛮合拍的 他们的频道跟我们好像 我们要调一下才到他们的屏 看看 这样的一件事情 写在这里我可能写不出来 对啊 我写得也太实在了吧 你说呗 我就是总做噩梦 梦见 梦见又复读了一年 因为我复读过一年嘛 然后 就大学四年 哪是现在都毕业了 还在做梦 梦见 毕竟年轻没太多 没太多精灵 是的 好的 嗯 嗯 嗯 你说说你有什么事情困扰你 让你难以释怀呢 二 我曾经的好朋友们 我在你们面前曾不设防过 一切都过去了 我会尝你们挥挥手 带着稀有的朋友 远行 尽傻 我曾经有好几个朋友 我也不想说具体的数字 曾经那种夜深人静 然后老给他们打电话 然后相互帮忙解决问题 好几个小时 互相地去解决人生的问题困难 但是我也觉得是我这个人有问题 我以前就是一个 有什么事情 就想打电话到处问的人 我想说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怎么解决 我总去问别人怎么样 然后他们都会 也比较有耐心地跟我说 一两个小时 然后他们就是希望说 能够能够相对地获得 一部分的酬劳 就是说觉得 就算是做我的心理医生 那也会有费用 我其实觉得挺受伤 所以现在为什么事情 我就开始独立了 能够好好的去 自己做决定 自己做沙沙人生的编剧 然后自己对自己负责 认识了你之前一段时间 其实我确实有个人心房 就是我的防备挺深的 就是没有人可以接近我的 然后遇见了你之后 因为你也是挺纯真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跟能够慢慢从朋友 慢慢一步步接触到恋人 所以谢谢你的出现 然后因为 嗯治愈了 多疑的我 是的 好的 嗯 嗯 记了 好 走吧 好的 好 嗯 好